这是一场真人游戏 每开错一扇门 就会当场毕命 被卷入这场游戏里的人 必须一场接一场的玩下去 否则只有一个字 死 这天 游戏狂人阿明和好兄弟上街 仅仅上个厕所的功夫 西洋的东京街头 忽然空无一人 三人望着空荡荡的街头 有点发毛 这是什么情况 刚才还是人几人的十次路口 现在人呢 人呢 三人找遍大街小巷各个角落 就是没看到人影 夜幕降临 他们放弃了 坐在十次路口 吹头丧气 转念一想 其实没人也挺好 这么大的城市 他们就失望 不用上班 不用看老板脸色 想干嘛就干嘛 那多酸爽 就在三人庆贺时 身后的广告牌骤然亮起 上面写着 欢迎各位玩家 游戏即将开始 等等 什么游戏 就在阿明三人纳闷之际 广告牌上写着 请赶往游戏会讨 不远处亮起红光 几人按照提示赶了过去 门口赫然标着几个大字 游戏大楼 进到楼内 船台上摆着一排手机 提示着一人一台 阿明和同伴刚拿起手机 面部自动识别 抬了机 但手机既没有信号 也没安装任何软件 阿明心想 这有锤子用了 怎么玩游戏 这时 手机弹出一条消息 三人顺着声音忘曲 竟是一位漂亮姐姐 阿明自顾自地走了进来 一眼傲娇地 夺过衬衫 男公牌丢了出去 下一秒 公牌直接被极光系穿 留下个大洞 阿明做出解释 这座大楼一旦跨进大门 再想出去 除非你想脑袋开花 所以进来的人 只能老老实实地参加游戏 正说着呢 一个蒙娜娜的学生妹 也闯了进来 阿明递给她一只手机 这时 手机再次弹出消息 原来 这个游戏名为生与死 难度系数为梅花三 游戏规则是 在规定时间内 选择正确的门前进 只有在现实内 离开游戏大楼 猜算通关 语音提示结束后 一旁的电梯瞬间打开 阿明率先进入 学生妹景跟气后 阿明三人一咬牙也跟了上去 电梯门在打开时 无人进入一间正方形的房间 手机语音提示 通关时间为两分钟 倒计时开始 房间内有两扇门 一扇贴着美少女 象征着神门 一扇贴着是死神 自然是死门 他们必须在两分钟内 做出选择 时间一点点过去 起初大家都没在意 很快手机提示 进入倒计时 房间排气孔 灌入浓烟 几人被熏得够呛 大妹催促大家 宣折深门 她却迟迟不肯开门 学生妹被熏得 分不清南北 直接冲过去 打开了深门 大妹见学生妹 排除了错误答案 在最后的五秒 推开了死门 死门果然是安全无余 大哥子紧随其后 跟了上去 阿明见震山 拦愣在原地 早起将她拉了回来 两人刚驚险进入安全房间 身后的房间 喷出浓浓烈火 接着手机再次接到消息 这次的通关时间 变为一分五十秒 紧张之下 阿明则怪大妹 害死了学生妹 既然你这么有想法 这次就换你先开门 大妹犯抄阿明 你有本事 你去开啊 只能阿明上头了 我去就我去 她开了一眼深门 又走到了死门前 手紧紧握在把手上 可始终没有勇气推开门 大个子健壮 抗领们迟早会变为烤肉干 时间只剩下十秒 大个子眼睛一闭 推开了身门 最后一秒 众人脱险 手机提示 这次的通关时间 只有一分四十秒 看来没打开一扇门 时间都会递减十秒 这次大个子命运大妹去开门 人也轮到她了 可刚才还高高在上的大妹 怂了 说什么也不当送死鬼 龙烟已经升起 大个子让身为游戏天才的阿明 想想办法 只要是游戏 就一定有通关攻略 已经下场的阿明和大个子 发生争执 这小道根本没办法 能死吧 大个子给了阿明一拳 正是这一拳 打醒了阿明 阿明像是突然开窍 嘴里念念有词地推开了死门 这一把他堵对了 但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只有一分三十秒 阿明开始快速演算 在他们进入大楼前 阿明发现楼前停着一台 身长为四米九四的车 大楼悬长约为四台车 也就是二十米 而房间里一块地砖的长度为一米 通铺六块便是六米 上楼前 阿明注意到了消防逃生图 整座大楼恰好是个正方形 而他们身处的房间也是正方形 六米的房间 放在二十米的大楼里 尾层只能有九间房 正好是个九宫阁 随后阿明在纸上画出草稿 以一开始的门为起点 女学生惨死的房间是死路 所以他们直线前进来到现在的房间 现在 他们恰好处于楼层中右上角的房间 再往前一定是死路 所以只能选择右侧的门 也就是死门 最后一秒阿明推开了死门 果然安全 按照如此推领 死门正确 深门还是没错 就在大家庆祝找到攻略时 阿明愣住了 原本该有门的地方 居然是一面墙 难道推力出现偏差 阿明回想着一切 一定是自己看到了什么东西 这时 阿明想起衬衫男 在第一个房间拍下的视频 经过一阵对比后 那么那个房间很可能坐了隔间 只要推开隔间的门 就一定是深门 可惜 他们晚了0.01秒 沉山男的腿被烧伤 不过几人总算有惊无险地度过第一关 顺着楼梯走了下来 几人好不容易喘口气 大美发现前面的桌子上 放着一张梅花三的扑克牌 与此同时 几人手机亮起 同时他们获得一张3000签证 这时 一个一山栏里的男人走了过来 男人痛喊着 自己要回家 这个游戏根本没有尽头 忽然 一道激光从天而降 男人瞬间背命 一旁的大美终于说出实话 其实他参加游戏已经有段时间了 每个游戏结束后 他们都会有三天的签证期 三天过后签证到期 会死 游戏失败也会死 但若想活下去 必须不断地参加游戏 获得胜利 这时 偌大的城市 不断落下垂直激光 每一道激光 都代表着一个游戏玩家被无情淘汰